春节期间,成都一间咖啡屋里伴随着清脆细腻的吉他在指尖波动 沙哑低沉的歌声缓缓响起 台客乐团的主唱叶庆刚和吉他手林良彦又在和练熟悉的歌曲 2022年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在四川过春节 虽与家乡相隔千里,但大陆浓浓的年味让他们感觉很巴适 52岁的叶庆刚来自台北,是一位四川女婿 已在成都生活定居20多年,经营咖啡生意 自诩为老成都的他可以说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今年除夕他跟成都亲友一起度过,感觉很温馨 本身我就在这边20多年,可能本身也说成都话 所以在这边过年可能我会感觉比较快乐 反而说实话,回台湾现在还有点吃不惯 我们可能会背上吉他,车上有咖啡设备 我们要效仿一种旅游带音乐带咖啡的一种概念 去做完我们这个过年,大概有三天四天的一个行程 今天春节祝大家新年快乐,玩事如意 吉他手林良彦虽不像刚哥那样滋生 但39岁的他来成都也有八年之久 疫情以来的三个春节,阿良都会去德阳市中江县女友家过年 在他看来,四川的年味很浓 与家乡台中对比鲜明,比如手写春联采买年货 他只在小时候见过,光年期间在四川就很常见 那第三个春节呢,就是我都会回去德阳中江去过年 去到那边我就很有小时候的氛围 因为每个人大家都贴春联啊 而且街上非常多的人在购物 那也有很多的人穿新衣啊 以前穿新衣戴新衣帽就是过新年 那种氛围非常的好 每到春节,林良彦最想的还是在台中老家的妈妈 虽然妈妈说着支持她的梦想 但心里也期盼着团聚 林良彦说她努力在大陆打拼就是想好好留下来 等疫情过去就把妈妈接到大陆和自己一起生活 我们在这边其实比较有一个机会可以往外去拓展 所以呢,我现在在这边交的朋友有越来越多 就是决定说在这边生活 我就觉得在这边很舒服 那所以我也很想把我妈妈接过来 那因为她很喜欢这里周边所有的地方 她一直想要去看看 作为一名吉他手 阿良也在成都找到了自己的土壤 这里酒吧夜发达 音乐氛围很浓 她除了为歌手伴奏 还从事吉他教学 与七八名台湾老乡组成了台客乐团 成员职业涵盖了医生、老师、咖啡师 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呢 其实只差一个勇气 你只需要踏出这个舒适圈 你只要带大陆看看 你看完之后 其实真的是不用说什么 他会有感触的 还是需要有一点亲身的体验 体验跟在这边的人有接触 有相处过后 你就会发现 蛮值得出来闯一闯试一试 对 感谢观看